第二天我又聊 他就要求我从上海过来找他玩 他要求你从上海 他就是你来北京玩 我就很痛快答应他了 我说好啊 他说那你在北京吗 我说在 他叫我来了就找他 来了怎么个早话 他上车站来接我 他老要求我见他 我说见了面 你是自己有住房还是 他说我们去开酒店吧 我说行 去酒店 第二天聊天 丈夫就邀请女士来北京玩 甚至还约到了令人敏感的地点 但丈夫对此并不认同 我说你是男人 她说我上海的 我说你回开个房吗 丈夫认为女士是上海人 来北京当然得住酒店 她的解释也不无道理 那么妻子为什么还这么怀疑呢 约到下午两点 他说他考试嘛 下午两点钟就考完了 是这样的 我不是在玄武区嘛 学习 学习我就没有时间 就那天不是考试完 我是用双层身份跟他聊 我一依老婆的身份再去聊他 他告诉我他很忙 他说他要考一天 他没有时间再见我 跟那位女士说的是考半天 然后跟你说的是考一天 然后给自己打出了半天的时间 对 他约在地点 在那个法年的吃饭的地点见面 告诉我你要带上身份证 他特意嘱咐你这个 特意嘱咐我 我那当时很气愤呢 我一直在那个法年里头 坐了两个小时 他要两点钟才到 我十二点钟就在那坐着等着他 我厚着他来 为什么去那么早 那我要等我要等结果啊 我要看他会不会来 见面的时间地点都确定了 妻子的心情十分忐忑 丈夫究竟会不会出现呢 我等着他 我坐在那旁边 但他看不到我的地方 完了他就 他从那边过来 我看见他了 他就在发消息 可能说我已经到了 我就出去 我就出去 我一下就拍着他 我说老公 然后他一下就傻了 就懵了 然后我就说 你今天不是考试吗 你怎么在这里啊 您见的这人是您的妻子 您当时心里没搁动一点 当时我就 我想以前怎么是我媳妇出来的 但是我也有一种越感那种 他当时就懵了 也傻了 他就很不正常 哦 他说我今天来见的就是你 我知道是你 哦 我说你还知道是我 我聊你 我叫你 你不是说你很忙 你不空吗 你怎么还知道是我呢 就你还没承认 他自己先承认了 他自己承认的是来见我 后来他那生态就很不正常 完了就搂着 他就把手机揣着 他说你上卫生间吗 我说我不上 他就进去 我一出来 我说咱们还有证事没办 他说什么证事 咱们不是约好了的 你叫我带上证 我跟你这儿带上 身份证带上 我还怕你钱不够 我钱也跟你带上 我都拿出来给他看了 我说你看你 不是你聊的吗 没有那事 哪有那事呢 你看你带身份证 我都没带身份证 哪里有什么 他开始否认了 他否认 他不承认 我说行啊证据我给你拿 我给我手机拿出来一看 他很平静地跟我说 很得意地说 没有了吧 我说什么会没有了呢 我一看我上面的消息 全部没有了 怎么没这个呢 我又咋知道 我对这个手机来说 也不是特别精通 我在里面下的这些 都是别人帮我下的 他就知道给我删了 我一看 没了吧 他确实没了 我一当时我的肺都要大了 我当时全都崩溃了 我没约的那天 他全过去 我就行 就你最厉害 我还不行的 我怕你 我躲你 我就走了 我跟他俩没真没了 我就发回来了